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听到了普京宣布停战 会让人觉得这真是轰动两年来的最重要消息 但是是暂时停火 因为1月7号是东正教的耶旦节 所以普京下令在乌克兰前线的俄军停火36个小时过节 但是乌克兰人一点也不领情 因为俄军在新年是狂轰猛炸乌克兰 因此他们痛批普京是为善 而乌克兰总统也指普京不怀好意 分明想趁36小时停火期间集结乌冬的兵力 俄军摧毁了乌克兰的基础设施 所以乌克兰去年的经济成长萎缩了30% 不过专家预期下滑40%到50% 看起来目前数字比专家的忧虑要来的好一些 乌克兰政府快速修复电力 还有国际之间大量持员是维持了它的经济 那么至少不像原先预期那么糟糕的主要因素 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 在乌克兰前线的俄军停火36小时 让大家度过东正教的耶诞节 停火将从当地时间6号中午开始 直到7日5月结束 普京还呼吁乌克兰政府一起停火 但乌国民众却一点也不领情 我讥认为这是独立的 而说是约灵旁 31日没有和缘的关系 不及 Hurricane od如期间 和针销 见到了新位 我认为这是独立的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认为 普京下令停火根本不怀好意 他只是想为俄军争取时间集结更多的军队 普京看似善意的举动除了联合国表示欢迎外 北约成员国和国际专家们几乎一面倒地认为 这是普京欺敌的伎俩 从过去几场俄罗斯参与的战争中就可以得到印证 法国总统马克宏本周宣布将提供轻型战车协助乌克兰 美国和德国也加入法国的号召 两国领袖在通话后发表联合声明 提供布莱德雷战车给乌克兰 北约秘書长史托腾伯格警告 俄罗斯也正在扩增武器量 千万不能低估俄军的攻击战力 对正处炮火下的乌克兰居民来说 暂时停火让他们能够稍稍喘息 东部战区大多是不愿撤离的年长者 他们靠领老人年金度日 邮局人员每个月都会开车到各个城镇 发放约合一百美元的年金 大约是台币三千元 俄军摧毁乌克兰大量基础建设 也重创企业的经营 乌国经济在2022年萎缩30% 不过却优于原先下滑40%到50%的预测 but the Ukrainians actually say that look this could have been a heck of a lot worse you had economists some of them predicting that the economy would shrink by 40 or 50% last year the Ukrainians say that what really helped was the Ukrainians ability to quickly fix infrastructure problems to keep the lights on for as long as they possibly could to reduce the period of time that the electrical grid goes into blackout and of course the huge influx of foreign aid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直积极 想扮演乌俄之间调停人的角色 周四他和普清通电话 建议俄罗斯单方面宣布停火 然后再要求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 普清透露谈判的意愿 但坚持原先提出的条件不会改变 包括并吞乌克兰东部地区 他要求乌克兰接受新的领土现实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多次表态 绝对不会为停战割让任何一寸土地 TVBS新闻组合报道